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NNN12月5號晚上11點 11點快半了 再過20幾分鐘這個 巴哈 這個鬼滅之刃油鍋祭 這個第1集就要開播了 好那現在要結束後最近其實我大概最主要就是在玩那個Coin to Fish 然後這個賽博之龍就還是在掛網 可是呢現在的掛網呢因為GO的價格一直在跌 所以說呢其實他現在那個產出後原先是如果說 當你劃到15天以上都沒有領的話他產出出來下降 但是呢我們在百科全輸這個地方 我們看百科全輸右邊日常挖礦 然後我們往下拉在這個地方 這個 不同的金幣對BUSD價格影響會將會影響到英雄可以實際上獲得的這個金幣的這個數量 所以說這個目前來說 他產出是多少 39% 39% 我們看到39%大概是落在這個位置0.0025有那麼慘嗎 我們來看一下 Cyber Dragon Gold 這個吧 真的 你看 疊的真的是有夠慘 我還看到有人超低 所以說這個 這個 他在這個地方就跌得非常非常的多 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們看這個飛船 飛船當時啊其實大家也知道我是個韭菜嘛 當時飛船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呢我好像也是 我也是差不多在10月多左右的時候就到處看看嘛 然後 那時候我看的價格好像是40幾塊 但那時候我沒有買幣啦因為一開始就4050塊這個實在是 沒有 怎麼講呢不敢入手 那當時大家都說什麼這個飛船啊10天回本啊怎樣啊 然後組什麼戰隊嘛 那怎樣怎樣怎樣 那但是因為我已經投入了一款這個 Cyber Dragon 賽博之龍之後呢 我想說我還要再組一個然後再重新回本 那時候其實我還沒有什麼想法那時候我就覺得是說 這些遊戲玩著玩著總是會回本啊 那後來他一直漲一直漲然後好像就是你看到這個影片介紹越來越多 已經漲到700多800多有夠誇張 那你看就是在這個一瞬間 這是在11月28 29吧 29 30 30就跌到300 12月1號12月2號 再來到現在是60幾塊 所以這個很快喔那當然 肯定賺的人賺一票的人 我也看到很多可是如果是像我的話 你看我賽博之龍我玩多久我玩一個多月然後 都是在掛網那我也是抱著一個很單純的想法就是 我們就是小韭菜嘛慢慢的玩然後等級升上去 升上去之後呢有了金幣附頭我這個 這些都是黑奴嘛這個這個都是等級1的 然後呢我當時我有買了兩隻角色 不是交易市場點太快抱歉 然後我看這個日常刮晃 我有兩個角色剛好屬性是86屬性的 那你看現在這個掛網金幣場就只剩39%這個是掛3000多 那我當時也沒有想要挖題賣啊就是 就是這個靠賣金幣回本如果說我把金幣賣掉 確實是有機會回本啦不過 玩遊戲本來 當時我的想法是沒有要回本應該是說 我想要先把我的角色等級升上去 所以說我這邊有兩隻三級了之後呢我想說那接下來我差不多可以把 我的這個這個黑奴裡面然後屬性較高的這個這個這個戰士然後把他 練個三級然後拿去打這個一級的這個地下城那我終於可以打一下地下城去玩玩看 看有沒有機會打到BNX之類的 那其實你看這個BNX 當時的價格有到100多塊 最高的話有到200塊 然後好緊不在喔 但是至少也在180幾塊幾天 那也是一樣喔瞬間就這個樣子跌下來 那我當時啊好像在一個月前我有在90塊左右 買了幾個BNX 所以說我身上才有這麼多黑奴 那我在180的時候沒有買 那再加上說最近在看到飛船這個例子 其實 我們這些韭菜玩家我們就很認真的在玩遊戲然後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本這樣 可是其實想一想啊 真正的大戶在玩這樣的遊戲 因為我有加入很多群討論 我有看到說其實這個賽博之龍啊 有人一天 一天是挖出好幾萬甚至十幾萬的那個金幣 那人家一開始 殺入這麼多的這個投入量啊然後 他們當然是可以 獲得這個回收 比較快 回饋比較快 那可是這樣想想也不大正常 因為 當然我們知道說玩這個遊戲慢慢慢慢玩你會回本 可是前面的人他如果用大資金的人投入 然後 他用很重的本去投入 然後 回本了 回本了 然後回本之後呢 之後就無限的提 或是他又再繼續付投 每天都可以領出個 可能 可能這個 就是 我們隨便幾個數字好了 每天都可以領 領出個100美金 200美金 300美金 1000美金這樣子 這樣想一想好像也不大合理吧 除非後面真的有一群的韭菜 不斷的進來不斷的進來不斷的進來 可是就是因為說看到這個 這個這個賽博之龍 然後還有這個飛船的事件 我覺得這種挖題賣的這個人太太多了 那像我們這種小韭菜慢慢的玩 也許我們要兩三個月才可以回本 但是這兩三個月回本我們計算的方式是以當時還在很健康的經濟狀況下 那但是現在的幾乎整個是崩跌喔 那以賽博之龍來說我原先我也是覺得說我終於 可以玩到 準備要回本的一天的 結果他的這個金幣跌成這個樣子 他跌就算了 他跌了之後呢還啟動了這個遊戲的這個算是經濟平安機制嗎 產出了金幣下降 那 所以說呢 那就完全影響到我 我玩這款遊戲 怎麼講 之前預估了這個天數 所以 像我這種韭菜玩家其實就很無奈啊 因為 這些大戶啊 他們其實 早就已經回本 然後身上就是一些 比較高等的角色 那不論是挖金每天出的金也多 或是他打地層然後打到一些裝備啊然後打到一些BMX啊 都可以換 但是呢像我這種投入比較少的玩家 其實我也玩一個多月不算 不算短如果說以 GameFi的遊戲項目來說 那可是呢這一段時間呢其實 當時也沒有想說就是我挖到因為我大概 產出了總共也有個10萬多金幣吧 如果說我當時我把10萬金幣全部全部都賣掉的話 那或許我可以回本 那但是沒有當時沒有想太多 覺得是說 這是一個長久的遊戲 我就是可以慢慢玩 然後呢 慢慢的獲得金幣 然後慢慢的培養我的戰士 應該說是角色 然後呢繼續這些角色不管是他屬性很大也沒關係 反正他升級上去之後呢 又可以再多挖一點金幣 然後 甚至升上去之後我可以打地層 這樣子慢慢的慢慢的我可以回本 然後再慢慢賺一點 然後每天靠這個遊戲賺錢 可是經過這幾次事件呢不論是這個 飛船 Cyber Dragon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手臂 手臂大概是我賠的最 最慘的但是手臂是一開始就有問題啦 那但是我覺得手臂大概也是這個狀況 一開始那些就是假設手臂也是在一個 正常的狀況下我覺得 最終也是會變得跟飛船一樣 因為可能就是一開始投入的人 每一個人 就是那些 這個投入大的這個大戶 一開始大家身上都是十幾隻金手幣 然後你一天打20次他一天打200次 這種狀況 那這種極端狀況呢 他每天就這樣子不斷的產出金幣 人家一開始投入的多 所以說他的獲得比較多 回本比較快 這也是很合理的 可是呢 就是總是會有這種極端的例子 當這樣子 這些 這些大戶 不斷的領之後呢 總有一天這個經濟會開始 開始失去平衡 然後就下跌 只是說在GameFi的項目上來講 我經歷過這幾款遊戲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速度變得比較快 再加上說現在出的遊戲速度也蠻快的 你現在幾乎 你打開不論是任何的網站 或是YouTube 還是FB FB現在也有一些廣告在 在介紹 在介紹那個GameFi的項目 不好意思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遊戲就不斷的再出不斷的再出而且出的速度其實很快 那用這個東西撈錢也比 其實我最早我是做這個網路遊戲起家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撈錢比這個網路遊戲手遊來的更快 快太多了 因為這個一推出就是世界級的然後不像你 你推出手遊你要更新版本你要上架Android 還有iOS 然後還有一大堆有的沒的但是這個不用這個就是東西弄好之後呢 這個推廣非常非常的快 這個就是邊玩邊賺錢這樣子的這個slogan 沒有什麼比這個還要強力了 我覺得比那個博弈的遊戲他的那個 含金量應該說那個那個什麼講就是病毒那個行銷的威力還要更大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遊戲會越出越快 生命這個怎麼講這個生命週期也會越來越快 你看這是我玩的Coin to Fish 我覺得這是一款比較冷門的遊戲 因為當時我有計算嘛 其實你一款一條魚啊 你要回本你大概至少要兩個月 所以像這一款遊戲就算你是大巫的話 你最多也只是養35隻魚 所以一天的話 你產出的量沒有很多 但是這樣的遊戲呢 他其實 也是這樣 上去就下來 可是呢這個 這個 我覺得Coin to Fish還算是安全 但是我現在 我也沒有多少把握了 那另外呢 這個之前我有說我有買這個Baby Swap 那Baby Swap的話 他確實漲了兩倍 還好這個我有賺 那這個的話呢 他也有一款就是類似賽博這種的遊戲 但是這個遊戲 我就不會買 就是 我就沒有打算要 要再繼續玩下去 因為我覺得 我投入 我投入一些資金 然後我期望他一兩個月後回本 我覺得中間要 冒著他會被崩盤的風險 對我來說 我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我現在我已經把Baby Swap 我當時投入錢拿回來的 然後剩下的本我就讓他再繼續在裡面飄了 所以這個是Baby Swap的部分 那另外Ride City啊 Ride City真的是 這個是出貨我意料 當時上限的時候是9塊錢 那時候我就買不下去 就現在飛到25塊 那就是 恭喜啊有在關注這個遊戲項目的玩家 但是 我知道這款遊戲 目前來說也是 也是蠻健康的 畢竟是Coin to Fish的這個團隊出來的 所以呢 他們就是 回本也沒那麼快 然後 你想要砸大錢玩了 你可能 也是回收沒那麼快 所以 可能 持幣在這個地方然後 純粹去做這個 這個幣價 就是說這個幣價差價的那個 賺取利率的可能沒那麼多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就是我覺得 GameFi項目 就是有賺大本一定要抽出來 然後 我接下來我可能會比較 關注於 像是 像是NHub 這個我一直在提 但是他們現在 還有一些東西沒有搞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應該應該是會有一些 一些新的消息出來 又或是像Baby Swap 這一種 他雖然說是遊戲但是呢 他的這個幣 就是本身就有一些 就是一些 直壓的功能 然後 還有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 應用層面在 在裡面 而不是單單只是遊戲幣 如果說單純只是遊戲幣的話 我就覺得 就可能會小心一點 像這個 這個就是有 Play to Earn 這樣子 那這款遊戲 我就沒有玩 可是這個單純是這個幣的話 是有賺到兩倍多啦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會以後我會比較多的這個金額會 會去放在像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或是我之前有說 這個我有放這什麼 Guitar Swap 這是一個小幣啦 那但是呢 可以看到他這樣子慢慢升錢 然後 這個幣價也算是還蠻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像我可能會比較放心 那如果說 之後人家再說什麼 這個10天回本 15天回本 我可能就是買個幣 這樣看看 如果說這遊戲真的是我喜歡 我才會去玩 不會刻意為的是說 我玩這款遊戲就是要 就是 我是抱著一個打工的心情去玩這個遊戲 雖然說我不是很喜歡玩 但是當時在介紹的時候 可能是想說 我認真玩15天之後他還回本 然後我每天賺多少 然後回本之後呢 我一天可以有個 30塊美金 40塊美金 然後這樣子 每天每天每天的這樣子 那我玩5款遊戲 我一天就有 10x5就有50塊美金 那現在 之前是有抱著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呢在最近經過這幾件事情之後呢 也許也有可能是因為說這個比特幣在崩跌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我覺得 目前來說這個GameFi項目的生態的速度變得太快了 那我自己本身是個韭菜 然後消息也不靈透 然後我也不像大戶這樣子 一開始我可以 砸個黃金陣容 什麼組出黃金飛船 或是說一開始這個 賽博之龍我就組出一隊 一隊這個屬性都是90幾的那樣子 超級挖礦隊伍 那種專業的工作室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像我這樣子的人的話 像這個 遊戲項目方 遊戲項目的話 我覺得我投入可能會 持筆可能會降低 我可能會更多擺在一些 比較 這種 有這種什麼 就是 互相質疑 交易 還是有更多的 一些 一些 算是 運用層面上 像 像這種 N5這個項目 這個樣子的 這個樣子的虛擬貨幣 可能會比較關注在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就會 放比較少金額 然後 有 有到回本 先回本再說 如果是賽博之龍 讓我重新來一次的話 我會先把金幣都賣掉 我回本之後呢 我再開始慢慢玩 而不是像之前那樣子 就是說 我金幣賺到之後呢 我先 先去 把我的角色培養上去 那現在呢 現在我覺得 哇我什麼時候回本 真的是遙遙無期 好 那就是 先聊一下 然後最後面呢 再 再繼續餵魚吧 你看 我的這個珊瑚數量 整個暴增喔 前幾天好像才 六七百吧 但是因為說現在 幣價整個跌下來 所以遊戲的產出珊瑚就 就變那個產出非常多 然後你買這個漁網也要變非常多錢 但是 這個漁網代表 食物的這個價格變高 也代表你的產出變多 所以說 這個遊戲的這個珊瑚數量也開始暴增了 那這個珊瑚數量暴增 當然是 你每天獲利是差不多啦 可是 這個幣價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也不是辦法 所以 所以說會不會Coin to Fish也變成那個樣子 我也是不知道 所以大概 我可能給他800多位會領出來 然後 可能考慮賣一下下吧 不然怎麼辦呢 他的幣價就一直跌嘛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就是閒聊一下 哇他已經非常餓了 趕快餵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